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五 对 没什么太多的职场经历 是的 有过创业经历吗 是我创业是自己开了一家饮品店 因为小时候有一个梦想 然后也是喜欢这一方面 然后就去做了这一行业 然后正好有一个机会 父母也比较支持 启动资金是父母提供的 对 那个大概投资多少 具体宿司也不是特别的多 到底多少 我也没有详细的问过 你是老板吗 是 父母给你投的血海钱 让你毕业之后创业 你连投了多少钱你都不知道 正好是因为那个店铺 然后是我家的 然后正好有这么 店铺是你们家的 对对对 是这样 那进货呀 设备呀 这些花了多少钱知道吗 这些的话是由店长负责的 还有店长负责 对 这么说吧 我这么说吧 工商执照是你自己办的吗 不是 税务登记是你自己办的吗 不是 毛利率有多少 毛利率 每个人吗 我问你毛利率是多少 毛利率你都不知道这个概念吗 让我来问 让我来问 别急 给下了一条姑娘啊 毛利率大概多少 就是大概一个月挣多少钱 一个月 不到两万块钱 你觉得你付出了这个店的 百分之多少 是你来做的 我付出的比例是比较大的 比例是多少 几乎是 除了初期的话 我父母肯定会帮助我 因为我第一次创业嘛 然后之后都是由我负责的 我们讨论一个话题 如果子女毕业之后选择创业 什么情况下 父母应该 在资金或其他方面 全力支持 对子女的创业 有什么要求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 小的案例 我有一个朋友的儿子 他大概是2000年的 现在是刚刚19岁 他想创业 需要十万人民币 那他妈妈在跟他选择的时候 他说你要告诉我 这十万你要做什么 你要怎么做 包括你所谓的投入成人币 学的列得非常详细 最后他孩子真的 我想象不到一个00年的一个小孩 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就是可能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 一个试图表 然后就是这笔钱我要怎么用 要怎么花 我要做什么 最后这个结果确实成功了 他投了十万块钱 好像赚了有十八万左右 我想问到那个问题是 家长会在什么情况下 让孩子去创业 就是孩子有足够地呈现出来 这样的结果才可以量 我跟你讲有两种 一种是说 这孩子本身就有坚韧的灵魂 就一定有一个骆驼的精神 他可以尝试去走 还有一种 就是疼他 爱他 以赛代恋 与其在岸上学游泳 就直接下水吧 亏完了 认了 你无怨无悔 有这样爱吧 对吧 将来土耳老师 你的闺女 真正想去做一件 她内心所属的事 你会不会支持 不同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在一开始毕业之后 她就想着去创业 自己又没有资金的情况之下 除非这个项目 是她非常擅长 又非常有商机的 对 否则的话 我认为 就像我当年 我刚刚毕业之后 我第一个创业项目 是开网吧 家里投的钱 虽然后来回了本 但我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那是一个门槛太低 起点太低的一个创业项目 假如说今天这个你不投钱 这闺女找外面的男朋友 或别人借钱 你给不给 找别人借钱 如果她有一定的能力 能够拉来投资人 这个人非亲非故 非男朋友 可以 那叫你有本事 但是如果你有男朋友的钱 那就不行 那还不如我操呢 对吗 对 那你就还是你愿意投吗 其实有的时候 在年轻人的时候 他真的就是不赚男强不回头 我没有考虑 比如说我今天给他投五万 或者八万 我敲醒了他 这个就是我投资的回报 或许也是对的 我之所以问出这个问题 我是认为 所有的父母 支持孩子创业 不是以一个所谓的 亏不亏无所谓的态度 而是以一种投资人的态度 去看待了一个 你现在是理性的 没错 我非常 人是理性的 也是感性的 归根结底 是感性的 尤其是对女儿 你现在可以说 来 一箭穿脑 必须给我把商业讲清楚 真正有一天 你面对闺女的时候 是一箭穿心 你就真把钱给了 就去试试吧